大家好,包子里的日子的确不好过 除了他的身体也不好之外 各种灾难是不停 河北的洪水,哈尔滨的洪水 昨天四川又在闹地震 震的级别岛是不高了 3.5到4 但是震感极强 很多个房屋,农村的房屋都塌了 完了以后呢 最不可思议的是南方 说这个大暴雨 突如其来 还有浓卷风 说这个深圳,广州,东湾 好多个地方都是这个 都变成了什么看海了 跟北京一样的看海了 说这个深圳大马路 好多地方大马都被大暴雨 一夜之间就给冲垮了 哎呦不得了 很多汽车都陷在这个 塌陷的马路之中 说这个东湾这个街道啊 淹死了好多人 现在水太大了 有人淹死了 还有很多的东湾的妓女 是吧 也淹死了 现场极其难看 是吧 那财产损失就无以计数了啊 不得了的事情 说你说这个 现在台风都过去了 是不是 现在只听说日本这边东京呢 什么什么的 往北边走有点台风啊 没听说中国这边还刮台风啊 哈尔滨这边台风都过去了 哪有什么台风啊 这两天没说有台风从南海 或者从这个太平洋刮过来啊 为什么深圳大雨如注啊 这包子弟很生气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人在搞事啊 是不是你们南方的这帮家伙啊 跟我过不去啊 故意制造这些个麻烦呢 是不是 包子弟现在是个神经病 什么精神错乱 我们说了啊 他现在是见谁骂谁 谁都不相信 谁都怀疑 所以那南方的几场暴雨 他也怀疑是不是 反戏派改开派在搞事 因为不管怎么样 南方戏啊 南方啊 南方广东这边 毕竟是改开的重镇嘛 还说这个香港也烂大街了啊 说香港这边的这个官员 也不是个东西 搞出一个新的措施 好几个新的措施 包子弟也是 也是大发雷霆 也是大骂 说你把香港人试图猪嘛 是不是 搞什么事呢 说第一 香港也开始搞夜市了 因为经济不行了嘛 经济不定于死了 所有的外企都走了 没有钱进来 香港本来是个金融港 是吧 是个靠金融起家的 这么一个地方 外资都撤了 新的外资不进来 你说你这个不就马上死了吗 就剩下几个人了呗 啥也没有 然后一些高楼大厦搬不走呗 这时候怎么办呢 学台湾 说学台湾 台湾有一个很好的风景嘛 就是每一个地方 隔几个街区就有一个很大的夜市 我在台湾我最喜欢逛的就是夜市啊 但很奇怪的 看上去也不怎么干净 说实话 但是很奇怪 台湾的夜市不臭 不脏 吃的东西呢 挺干净的 我吃了大概二三十次了吧 还不止 我从来没有闹过肚子 我在北京吃什么全局德 我都才能闹肚子 我在上海吃了一个台湾的甜品 台湾人在上海开的甜品店 叫什么 我现在忘了 吃了一个花生豆腐老 可能是花生有问题还是怎么的 我就不知道了 它材料的问题 我拉肚子差点把自己给拉死了都 在上海啊 高大上的地方 在北京高大上的地方 全局德国吃了一个什么 我吃了一个呛炒一个什么菜啊 西兰花什么的 我都忘了反正 那个油不行 油脏 我当时吃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有问题 油脏 但是台湾的夜市没有这些问题 真的蛮干净的 所以香港现在开始 学台湾搞夜市 这细胞子一听就来气啊 香港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你跟台湾人学什么呀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瞎扯吗 把香港的那些官员骂了一通 然后香港那边官员 还搞了第二个扯淡的事情 说欢迎大陆的这个什么 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有钱人去香港开户存钱 哎呦 现在已经排气哦 排到了什么 排到三个月以后 就是你大陆的人 你如果带着一个 两个亿的去香港开户 可以开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利益率特别高 说现在利益率都到了7% 哎呦 中国也最多300% 还在降息是不是 如果这么高的领率 谁不愿意去香港 香港还是个金融港 是吧 所以包子一听就来气 说你香港这帮傻逼 你跟我抢什么生意啊 你不有毛病吗 是不是啊 你应该跟外国人抢生意啊 可是香港领导 就是心里就骂你 习近平才是个傻逼呢 你把香港搞成这样 搞成个臭港 你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走了 你把所有的外国的公司 外国的机构 外国的金融机构都赶走了 谁他妈在我香港成全的 我银行这么多银行 没钱我怎么办呢 没有存款 我银行怎么开呀 所以你知道吗 香港现在单大街了 西包子也喝那牙痒痒 他就不承认自己 是你自己把香港搞垮了 好不好 然后完了以后 深圳下大雨 东莞下大雨 街道淹死人 他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老是怪 西包子 老是怪 西包子老是怪 是不是有改开汪洋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人啊 什么江泽民啊 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邓小平呢 是不是 在这个什么 在深圳是不是搞事 说西包子现在想把 这个邓小平的 那个那个那个塑像 在深圳的嘛 那个那个塑像 邓小平同志 是吧 那个塑像 江泽民亲自提字的 想把那个塑像给炸了 给挖了 给灭了 他怪呗 是不是 然后北京这边呢 也很热了 北京这边呢 最近主要是讲一件事情 讲一件事情 反正就是唱出来 西包子呗 然后也传到西包子的口 口里面去了 说还有九天呢 说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一个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协议到期了 叫什么呢 叫做中美科技合作的协议到期 我查了一下啊 我此前真不知道 我查了一下是有什么回事 说这个反应最快的是谁呢 反应最快的是华为 也是孟晚舟 孟晚舟最近宣布了一个事情 宣布这个华为彻底操带 彻底完蛋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以前的话 美国对华为的这个制裁 只是基于文件层面的一个有限的有限的制裁 因为他一个中美科技合作的这么一个协议还在那里 美国人呢 说话还是算数的啊 协议的时间不到啊 彻底的封锁华为是不可能的 现在还有个几天时间啊 按照今天算的话 应该还有七天时间 这个中美科技合作的协议就到期 到期华为就彻底死消消 你一个新品牌都买不到了 什么都搞不到 所以孟晚舟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啊 就干脆就是就宣布华为已经不行了啊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从九月份开始啊 从九月份开始 中国的这个高铁动车飞机 随时要停运停飞 因为芯片制裁的原因 高铁指挥调动系统 飞机指挥调动系统 系统软件都无法升级 芯片买不到 说这个航空航天战斗机 北斗这个GPS啊 这个GPS系统全美中心啊 说你这么搞 我把你的GPS都给你给停了 都有可能因为系统不能升级导致故障 完了以后还有包括土工中国最看好的 那个所谓的战斗机 中了这个导弹 还有这个核电站 都他妈的要停摆 所以现在北京的那帮人呢 就一天到晚就唱衰这些东西给细胞子添堵 一开始说还有10天 什么时候呢 是8月27号到期 是吧 8月27号到期 所以今天都已经是几号了呀 你看到没有啊 今天都已经是20号了 19号了 19号20号的样子了 那就还有7天吧 是吧 如果美国人不续签 那基本上就是在脱钩上迈出了超级大的一步 本质的一步 是吧 所以这个外交部也急了 外交部说了一句屁话 是吧 说什么呢 与我们脱钩停止合作 受伤的不是我们中国人 受伤的是谁呀 是你们美国人 你这不是一影吗 是不是 你不是一影吗 你看完一笑 你说这句话有什么用呢 外交部的说话 真是真是找抽 哎呦 那个白毛 一个白头 说这些话 真是想要不然删死他 是不是 哎呦 说现在呢 很多人呢 就意识到大事不好 说习包子呢 现在治国呢 如翻大饼 又说又悄悄的又下命令 说又派这个一个代表团 去跟美国人谈 求情 说8月27号以后呢 我们还是要续签的啊 中美科技合作的协议 也要续签 说现在又是又有点认怂 你不是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想想我们这个就这几年吧 习包子也说过中美之间的很重要的话 有一千条你把中美关系搞好 完了说过两两天又开始骂 是不是 又开始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美帝国主义还没打倒 完了又要舔美国 又哪有这样子的 一个三岁小孩都都没有这么任性的 好不好哎呀人家说是有钱人 你习包子现在磨钱来 你这些个屌啊是不是 所以他说这些个事啊 习包子现在到了个什么程度呢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所以很多人跟他汇报嘛 说习主席啊大事不好嘞 是不是 是中美科技合作协议到期了 怎么办 习包子一听就来气 到期怎么了 老子无个自信 脑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 我怕美国人闹 不听不听不听 把耳朵捂起来了 习包子他就这么一个性 应该过了一会儿 说皇上你还是要处理啊 这是大事啊 太监又在劝他 还是要把这个事处理一下 多谈良的是这些改开派啊 是邓耀平江泽民 是吧 阴魂不散 跟我说对 我把他给炸了 把邓耀平的那个所谓的塑像炸了 开什么放啊 是不是把裤裆开的差不多 一会儿呢又觉得好像也不对呀 要不再商量商量 是不是要不派几个人跟美国人谈谈 取个琴是不是 完了以后给他们送点钱花花 送一个姑娘睡睡 就这么来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成熟 这么治大国 他不是炒小菜 治大国是翻大饼 一闹一闹的 先翻这边再翻那边 翻来翻去 把这个国家翻得乱七八糟 哎呦喂 真是图攻中国啊 以前我们就说过一句话 真没感觉 以前中国有一些个 有一个朋友 他挺聪明的 他就说 共产党肯定不行 总有一天完蛋啊 而且很快 为什么呀 因为共产党这个机制不行 他的领导人的选拔机制不行 你会 所有人都好像 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运筹帷幄 每个人都感觉到很聪明 江泽民觉得自己聪明吗 曾庆红觉得自己聪明吗 朱镕基觉得自己聪明吗 胡锦涛温家宝觉得自己聪明吗 但是你就很奇怪的就是 他这个制度有问题 他就是奴才选奴才 他妈的就一代不如一代 你最后一定选一个超级大傻逼 把共产党的家业给败光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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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